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召開回應高檢署臨載血案 跟徵刺激命案重啟調查偵查報告的僱因會 特別由臺灣民間真相與科解促進會 以及民間關心的各界 學界 法界 各界的代表 以及有關於國安重啟調查 相關部會的代表出席 參與這次的公兵會 我們就開始進入公兵會 這個公兵會原來是安排在上禮拜上舉行 因為不幸遇到布朗克海國 臺灣災情成功 我們也都忙著救災 所以延後一個禮拜也舉行 在關切所有臺灣水患所帶來的 代表的全面性災害的時候 我們開這個公兵會 事實上也是從另一個面向 要來判斷臺灣因為歷史的積累 所留下的社會性 政治性 所可能禮函的災難 這個災難是最嚴重的 當然是臺灣社會長期的分裂 不但沒有辦法在民主發展的過程當中 因為我們的努力而獲得療癒 反而因為在長期的發展過程當中 我們應該要做而沒有做好的 每一件事情累積之後 臺灣的社會分歧越來越深化 臺灣的分裂越來越深 永遠無妨取得和解與療傷的機會 那將會是臺灣社會的台灣政治 如同這次所在所帶來的上完一樣 也是社會面跟政治面的歷史性的災難 那麼 陳溫成的命案跟林仔的血案 是臺灣社會的沙門 這個沙門要遇回 他的起步就是真相被追究 真相被調查 真相是一切的開始 包括真相是崩到社會的起步 如果沒有真相 對往生者沒有公道 沒有真相 對受難者的家屬沒有公道 沒有真相 那麼對關心臺灣的人群保障 跟民主發展的所有的臺灣人民 沒有公道 沒有真相 也對臺灣要變成一個文明國家的未來 這個歷史沒有公道 所以真相被釐清才是臺灣變成一個公道的社會 變成一個公益國家的起步 那麼 我們有理由相信政府重啟調查 就是要建立公益的國家 就是要建立公道的社會 但是 重啟調查有沒有在這樣的一個態度 有沒有在這樣的一個動機之下 真怎麼去做 調查報告出來 是不是能夠完成這個目的呢 這兩個報告 草率地公布 靜悄悄地公布 沒有面對社會去公布 自然地就讓民間社會 重新舊有的傷口 又被劃下一刀 民間社會 很明白的 眾多人民 沒有相信這個重啟調查之後的報告 沒有真相 其實也沒有在歷史上 留下大家走過這一步 你們在歷史上 將來也都會被記載 因為這兩個案 鐵定是台灣民主 跟台灣政治發展過程當中 永遠不會被蒙滅的案 它會永恆地留在台灣政治發展 跟民主發展的意識上 所有參與過的人 你們走過的步伐 你們留下來的痕跡 將會是永恆的材料 所以我們認為說 這種報告不是只說服你們自己 你們要說服家屬 說服社會 你們也要說服未來 要說服意識 所以我今天非常榮幸能夠來舉辦 但是也是非常沉厚的情況之下 來舉辦這個公民會 我們邀請的所有的代表 包括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的各界人士 以及相關的參與這次調查報告的 有關部門的代表 我們希望今天在這裡 開始之後留下幾個 那我相信今天的對話 對有關單位來講 會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不一樣的聲音讓我們聽到 因為我看到的資料 今天民間的真相調查 融會 他們對我們的報告 質疑之處非常多 而且指證立例 證據確鑿 包括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句 如果陳文廷先生 他過世之前 確實曾經是在鄧維賢的家中 吃下一些食物 為什麼驗失的結果 是一個空位 這一點 我們有必要讓社會大眾知道 這怎麼可能 有任何恆慶 是這樣子的嗎 我只不過是舉其中一個例子 等一下 我們民間真相調查 這個促進會的所有的代表 會一一的 對陳文廠命案提出偉大疑點 對林宅的刑案 也會一一的指出我們的疑點 並且要求有關單位去回應 所以等一下我們進行的方式 將會是由民間真相調查 促進會先報告 林案的疑點 然後有關單位與回應 接下來要提出對於陳案的回應疑點 然後再由有關單位回應 如果有時間 我們會進行第二樓的發言 現在我先介紹各位代表 首先為大家介紹的是 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副進會的理事長 吳奈德教授 然後是陳文成基金會的董事 謝穎清律師 陳文成基金會的志工 也是臺灣民間真相與和解副進會的理事 林氏李先生 林律師 以及參與關懷這兩個學案的人權工作律師 游國祥羅律師 陳文成先生的家凶 陳鸾欣 陳先生 以及李勝雄 李律師 也是人權的律師 官方的代表包括 臺灣高檢署遊民人檢察官 王侯村檢察官 臺北地檢署鄉月主任檢察官林景春主任檢察官 還有保護調查局國家安全維護處副處長 司徒原言副處長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見識中心 陳小貴城主任 陳小貴城主任 秦日署刑事警察局曾二隊 何隊長說早上來的路上出車禍 所以現在是副隊長文貴行 然後是許副組長 秦日署刑事警察局曾二隊 何隊長說早上來的路上出車禍 好 現在我們首先就請 臺灣民間真相有和解促進會理事長 吳乃德教授 就李毅雄先生民宅協案 所做的總起調查的調查報告 提出我們的看法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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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照